记者陈光为张化报道,张化县最近举办县长杯书法比赛,高年级组竞争激烈,所有的奖者都来自张化地区赫赫有名的明星小学,唯有第一名北奖者洪志娇来自方苑乡不到百人的偏乡小学民权国小。 洪志娇说,以前跟爸爸有距离,因为书法两人才打开话题,希望感情变好,每天都花三到六小时写书法。 目前就读六年级的洪志娇,两年前随父亲搬回方苑老家,进入民权国小就读,民权国小采华德福实验教育的校风,很快就让洪志娇卸下对陌生环境的心房,可是对于父亲威权教育始终充满距离感,直到接触书法,一切才变得不一样。 洪志娇说,两年前第一次上书法课曾被老师赞赏,从此他每天都会临摹一张,贴在学校公布栏,在家练习时,爸爸看到会鼓励他,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,后来陆续到外县市参加比赛,爸爸也会请假陪同,虽然偶尔还是很凶,可是两人渐渐有话聊。 洪爸爸说,因为工作忙碌,忘了给孩子适当的父爱,有一次学校老师家访时提到,希望父亲多陪同小孩的成长,所以,现在一有空就会陪志娇一起练习书法。 曾经有一次为了比赛,志娇从下午1点练到晚上9点,却在落款盖印时出错,求好心切只好重写,又搞到凌晨1点,看见他对书法的执着,感到心疼与骄傲。 指导老师王森林说,去年洪志娇第一次参加朱九营书法全国赛,当时高手环四觉得无望的奖,没想到却成为黑马,拿下铜牌。 当时洪爸爸还对志娇说,还好吧,结果领奖后却在躲在后台哭泣,志娇为写好书法。 每天甘愿花六小时练习,目的是为了得到父亲更多关注,父子两人个性不善表达,但都用各自的方式深爱对方,书法不仅能修身养性,也拉近心自间的距离。